近日美国政府表示将对包括TikTok等在内的一些中国软件采取措施引发外界关注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昨天的例行记得会上回应说 美国的行为违背市场经济原则 暴露了美方所谓维护公平自由的虚伪性和典型的双重标准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对有关的企业做有罪推定并发出威胁 这违背市场经济原则 暴露了美方所谓维护公平自由的虚伪性和典型的双重标准 也违反了世贸组织开放透明非歧视的原则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我们呼吁美方一些人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声音 为各国市场主体在美投资经营 提供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 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停止滥用国家安全概念推行歧视排他政策 停止滥用国家安全概念推行